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策略产生巨大的影响 各企业纷纷采取措施降低碳排放 以符合政府的环保政策并减少碳水支出 台湾环保染化业龙头邱登松董事长 积极推动技术创新 致力于节能减碳 为全球带来一波绿化革命 五年前政府的话 把蛋鸟花物加盐 那我们是用棕油的棕油 那达不到这个目标 后来经过多换的人的帮忙 我们找到了植物油 结果它可以达到70ppm左右的蛋鸟花物 申请了以后 政府引习了 所以我们就开始烧植物油 结果烧下去我们就发现 它不只是蛋鸟花物下来 它的咸胡克力也下来 而且更大的优点 它的牛竟然是将近零 邱董事长深知 技术创新是推动环保革命的关键 它怀着改善环境的初衷 积极投入研发 致力于将这些技术 应用于实际生产链之中 现在我们这个油炒的油 是沙拉油 大部分的话 是使于基因改造的 一般在国外的话 使于飼料用的 烧了以后变成 二氧化态是零碳排 这个油到了沟炉以后 我们有买了一台 那个从化骨进口的 那个Keybox的仪器 可以马上测出来 它的那个淡氧化物 硫化物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马上知道 这个油有没有干净 我们新的专利发现说 沟炉加水蒸气的话 可以把淡氧化物呢 又降 降三分之二 甚至可以达到三十后以下 还有我们的那个洗涤塔的话 我们变成一个立体的 一个方向下来 那洗涤效果就变成非常好 多重水柱 可以把PM2.5降得很低 出去的话到烟囱 烟囱的话再接管子到 到我们的水生植物 那这样子的话 又可以变成光合作用的话 又产生粮食 又把二氧化碳转化平衡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秩序 透过循环利用 全球的氯化革命正在迅速扩展 而拥有植物病理学背景的 邱登松董事长 更为台湾发起的这场氯化革命 增添了亮眼成果 刚开始我们把氯化物用 煮物油加水 加喷上去 下去喷 结果效果不长 那经过多次的实验 彻底去了解这个 氯化物的实际上的状况 后来就找到了 水蒸气下去以后 可以讲 分析认为水蒸气 会只当这个氮跟氧的结合 那变成结合的话少 那结合少 当然产生的氮化物少 使用植物或沙拉油等 清洁能源发电 不仅实现零碳排 甚至能达到负碳排 相比传统的火力发电 沙拉油无需燃烧煤炭或天然气 不会带来高碳排放的环境负担 使用清洁能源 才能让我们的未来更加洁净 邱登松董事长深知 唯有战胜绿色革命 才能赢得下个世代商机 他对未来的期望 充满了对环境的关怀 与对台湾的深厚情感 我的唯一希望是说 把这个观念传播出去 然后呢 让台湾人知道以后 好好来发挥 这个植物的优点 然后来种植 必须的这些植物油的东西 这个应该对台湾的话 是有帮忙的 那在世界各国也是 让他们的话 也是能够立化 然后都种这一些 对植物油有用的植物 那这样子一边立化 一边又干净这个环境 这是我的期许 我希望能够达到这个境界 从邱登松董事长的眼中 我们看到了他对未来永续的愿景 我们期待这股能量 能够延伸至世界各地 为全球环境带来积极的改变 也为后代子孙留下更美好的地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